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便宜 空间也不错 油耗也不高 存实量很大 保值率还可以 像这辆06年4月份上牌 1.6自动高配的仪达 天窗这米都有 智能钥匙 无钥匙启动 到目前为止 行驶了24万公里 12年 一年2万公里 使用强度不算大 24万公里对日系车来说 尤其是自信发动机的车型来说 并不可怕 这个车岁数虽然大 但是用来练手代步过渡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种车子存实量也很大 维修包养很便宜 价也很便宜 仪达只是早期车型 这个车后期又出了两箱的奇达 奇达一出 原汁原味 这就把三箱的仪达给抵霉了 所以综合来看 还是两箱的尤其达更受欢迎 这个车尤其达12岁了 但是胜在价格便宜 还不到3万块钱 2万多块钱买一个日系代步车 真的挺靠谱 车子我们厌了 有刮碰 补漆 毕竟这么多年了 但是没有大事故嘴艳火烧 总体来说 挺靠谱 价格便宜 量也足 空间好 还省油 2万多块钱能干什么 感兴趣的朋友 来看一下 日产车以舒适见长 包括它最小的车型 尼达是它的紧凑型车型 它下面还有利威 上面还有轩翼 还有天籁 无论是哪种车型 它的层坐的舒适性很好 日产 移动大沙发 这个车当时出来的时候主打的就是空间 层坐很舒适 那是风格 大家看一下 12年过去了 保护的依然完好 双色设计 加仿塘幕设计 显得还挺有质感 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配置 1.6的自吸发动机 4速的自动挡变速箱 智能钥匙 钥匙启动 电动门窗 电动护视镜 然后车主自己加装了导航和倒车影像 基本上的配置都有 天窗有真皮座椅 但是这个真皮座椅是手动调节的 空间非常舒服 无论是头部还是西部空间 这个车拉4个人非常舒服 拉5个人略显拥挤 但是作为家用带步足够了 这个车行驶了24万公里 对日产车来说虽然已经不是最好的时候 但是在咱们手里用这几年还没有问题 日产车的耐久性也算不错 也没什么负面的消息 油耗现在看自速自动挡变速箱 没有CVT的省油 但是日系车10个基本是够了 作为家用带步 价格便宜亮也足 用的安心价格也便宜 再卖舍不了多少钱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 宜达的空间比一般的锦售车要好得多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个人1米72 西部空间还有两拳以上 头部空间还有一拳以上 乘坐的舒适性很好 有备坐 坐调很宽大 乘坐很舒适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三个人拥挤 地塌高度适中 空间没有问题 宜达就是卖的卖点之一 空间好 所以作为家用带步 单位办个工什么的都挺好 价格便宜亮也足 感兴趣的朋友 看一下 宜达车当时刚推出的时候 日产公司也知道中国人有三项境界 所以他先出三项 但是两项一出 经验无比 所以三项车迅速过时 但是现在看依然经典 总体来说 这个车作为家用带步什么的 够 行李箱容积 目测了一下 应该不到400 300多升 应付个日常的使用是足够了 总体来说 还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二手车 不到三万块钱 日系小排量自动的 我觉得您可以拥有感兴趣的朋友 看一下吧 好 这辆白色的宜达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留言 迷桑宜达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